家住彰化县摄头乡的刘姓女子因精神障碍迷途跨越两乡镇 27日上午徘徊于田尾乡一间民宅前且体力不知 民众见状报警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警员蒲文志与陈嘉宏赶赴现场 耐心安抚并查询后确认该女子为摄头乡居民 患有精神障碍 警方随即联系女子家属 让她顺利平安返家 展现人道关怀精神 家属对警方及民众的协助声表感谢 家住田尾乡光附路的民众 在本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 发现一名身穿红衣的女子 莫名站立在住家前许久的时间 而且发现该名女子疑似体力不知 神情恍惚 便立即报警协情处理 张华县警察局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 寻左胡文志及警员陈嘉宏获报后 玄机持户现场查看 到场后见该名女子 已经被热心民众参扶至屋中休息 便主动屈前关心 但是该名妇女面对袁警的询问 均神智茫然语焉不详 令袁警一时之间一筹莫展大伤脑筋 所幸远警耐心安抚 令女子逐渐稳定心情卸下心房 顺利在其枝枝片影中拼凑出 该留性女子家住张华县社头厢 进而取得留女胞弟的联系资讯后 通知到场 根据家属所述 留女因患有精神障碍 经常忘记回家的路 平常都在住家附近走动 没想到今日竟跨越了两个乡镇 这次能够顺利找回走私的包姐 也让她放下心中大食 更对热心民众及警方的帮忙 顺不了感激 好 你老婆说给你打给她 张华人张华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